Question 3 The vacuum cleaner is not working Let's send it back to the blank to have it inspected and repaired 我们先来看一下家庭的用具 英文念成vacuum cleaner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念成vacuum 它的意思当作动词 叫做吸尘 它的名词当作真空 空白或者是吸尘器 那vacuum这个字 它的重音节就是落在第一个音节 我们念成vacuum 那加上一个cleaner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吸尘器 英文就念成vacuum cleaner 所以它说 vacuum cleaner is not working 这边有个蛮常见的用法 这个用法 就是什么什么东西 is not working not working的意思我们中文就是指 就坏掉了 通常指的是电器用品 它不动了它坏掉了 英文我们就念成not working 所以它说呢 这个吸尘器呢 它坏掉了 let's send it back send这个字是送 把它送回去 back send something back 就是把它送回去 好送回去to 后面接的 就是送回去给什么样的单位 the to have it inspected 好那这边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法 同学要特别注意到 就是have这个字 have这个字呢 看是简单 但是呢不要忘记了 当它当作使义动词翻成使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到的 它后面通常会让 如果它接的受词是一个东西的话 表示让什么东西被怎么样 它通常后面会接了个过去分词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的是have it inspected 那inspected 我们这个字先看它的原型动词 念成inspect 它的意思是检查或者是审查 inspect中音节落在第二个音节 好所以这边呢to have it 这个at指的是什么呢 at指的就是前面的这一台坏掉的吸尘器 所以呢要让这个坏掉的吸尘器把它寄回去给厂商 让他们把这个东西给怎么样呢 检查 但是我们知道呢 这个吸尘器它不会自己检查 它一定是被检查 所以这边要特别的提醒同学 它其实是一个过去分词表被动 所以呢让厂商检查之后 而且还要怎么样呢repair 那我们看一下repair的这个字 repair这个字的意思呢 中文翻成修理的意思 那我们知道呢有一个字呢 它跟repair的意思也是修理 它呢可以当做一个同意片语 好那fix这个字呢 中文我们也可以把它翻成所谓的修理 所以呢让我们把它送回去给什么 让它呢把这个坏掉的吸尘器呢检查一下 而且呢要让它修理一下 所以这边呢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同学 这边的repair 它也是一个过去分词 表示被修理 好我们接下来看四个选项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呢 这个字呢我们念成lecturer 那lecturer的意思呢指的就是演讲者 那这个演讲者这个字 其实它从lecture这个字来的 那我们知道lecture这个字呢 可以当做讲课 它也可以当做呢训斥一个人 给某个人上一课 就是从头到尾呢 讲了一篇很长的道理给对方听 就是把对方狠狠的训斥一顿 这个字也可以用lecture 那除了lecture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它当做名词也是授课 那类似这个字的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演讲 那演讲当然跟授课有点不太一样 那个字呢就念成speech 那lecture通常指的就是一个老师 站在台上讲课 那个叫做lecture 那speech呢指的就是给他一个题目 让一个speaker站在台上演讲 好这两个有点不太一样 那这个lecturer指的就是讲课的人 好那英文呢就念成lecturer 在lecture的后面加上一个r 因为我们就要加上er 表示什么什么的人 好第二个b的选项呢我们念成publisher 它的意思呢是出版商 这个字的动词我们就念成publish 它的意思就是出版或者是发行 还有刊载的意思 那关于出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字 也可以用作出版发行的意思 那个字就是issue 那我们说呢发行期刊一个期刊 英文也就是anissue of什么什么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c 这个字我们念成researcher 然后research这个字呢指的就是研究员 或者是调查者 这个字其实是从research 这个字演变过来的 它的意思就是调查或者是研究 那这个研究这个research 这个字或者是research 当作动词念成research 当作名词研究念成research 那这个字其实就从search 这个动词演变过来的 那我们知道呢 研究人员 学术的研究人员 他们就是要去追求真理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research 或者是research 它是跟search 这个动词是有相关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D的选项 我们念成manufacturer 这个意思呢它是一个名词 我们中文呢就是把它翻成所谓的制造商 制造商英文就念成manufacturer 那这个字其实从manufacturer 这个字演变过来的 那manufacturer这个字呢 它其实中文当作动词 它的意思指的就是制造 或者是加工 它所制造出来的产品 我们中文就翻成制品或者是产品 好所以这个字呢 manufacturer也是一样 在manufacturer这个字的后面加上er 就是制造商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题目看得出来 我们的吸尘器坏掉了 那要把它送回去给它的制造商 所以呢我们答案选择第四个D manufacturer制造商 再次数据 说一下